人馬提露在旺角被人襲擊流血受傷 剛6時多在旺角 馬提露嘴角流血 懷疑他因為用手機拍照 引起黑衣的人不滿 現場有人拉走他 有人用鐳射筆射向他 現場越來越多人互相指罵和推搓 馬提露臉和頸都受傷流血 他們在偉蘭中國銀行的委員機 我拍他們 他們衝來打我 搶了我的電話 我一直追著他們 之後我找回他們再拍 接著他們又用噴射筆射 你有沒有認過 馬提露在澳洲傳媒 葡萄夏進入旺角警署